它有一个法律的标准 一个是发生了违纪国家统一安全的动乱 第二个是特别行政局政府不能控制的这种情况下 根据宪法 基本法第十八条第四款 前国队常委养会是可以宣布警局状态 然后有根据宅金法的第四条 驻港部队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决定具体协助实施 依法治港它的应有之义就是通过法治来维护主权 安全 香港的繁荣因稳定和香港市民的权利和自由 如果出现法律所规定的情形的时候 它有严格的法律的程序 所以我们强调法治 回归法治 通过法治来解决香港面的问题 是我们的一个唯一的一个途径 就是用封面的肢力度接受音量 我们的 dioxide头很低 我们的头部队根据